其實是有分幾人 有些他們在地區醫院跟區醫院還有一些照護機構 像是診所或是一些養護中心 他們其實是沒有那麼多次端科啦 他們往往需要說 例如說像是我在我前年 前幾年是在新化支援 他新化的時候就是他們沒有那麼多次端科 我們最困擾的事大概就是一些像是電腦斷層的判斷 或是電腦骨折 這到底需要開刀還是我們在當地大的石膏 就可以慢慢回復 這是我們最困擾的方式 然後傳統的話 如果我們要找到像是24小時的讀科 在新化是沒辦法 那時候我們大概就是要 可能是要匯德醫學中心 但如果我們這樣匯德醫學中心的話 很長 那個時候是沒有那個人區必要的服務 所以很長 我們都是要把病人轉到成大來 而且可以看到大家 你們可以知道新化 新化在那邊到國八 然後國八到底 然後到成大 但是其實要蠻久一段時間 然後有時候病人可能是說來成大之後 我們看一看 然後說不用開刀 然後打個石膏就回去 他們其實就是來回這樣時間 就花了很多時間 那這是傳統我們匯德的方式 啊 啊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是4億古中我們 其實 就兩間醫學的東西 應該在成大跟其美 就是永康跟北區 啊其實就 都很 兩間地都很近 但是其實 不管是在 就是我們 台南市北部那邊 就是後壁啊 白河 然後 之類的新化 那邊其實都有些 南希爾壁的 東山的六甲 那個 關鐵那邊的 都會跑到那邊去 啊其實在那邊 就沒有任何醫學的東西 沒有任何大間的醫療機構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來回 一定是超過三十分鐘啦 就是 尤其是 就是 美里那邊 那個去光去 可能就要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其實 很 對我們來 傳統衛生來說 其實是很不方便 對面的一切的習慣這樣 啊這個是我們配合 剛好 呃 衛福部有個簡單計畫 他是 剛好是我們一些基礎建設 他那5G的 5G的基地台連線 那還有一些 一些法規上 他們向我們去推出一個 就是像是 呃 我們一個視訊匯整的方式啊 就是 當然 他是一個 呃 網頁的系統 他只要在錄製 他只要 例如說像這些 呃 便宜地區的醫院 他提出一個匯整的需求的時候 其實我們成大這邊 是會收到通知的 然後收到通知之後 我們就去上 呃 其實這個網頁就是 類似像我們 呃 視訊的方式 就是讓Live我們把 打電話 然後可以視訊看 可以是 呃 即時的去看到那個病人 然後我們可以當下去問那個病人的 症狀 然後他們那邊也可以發一些影像上傳 在這個 系統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那邊的影像 啊目前 呃 新化那邊有在做一些間接的交通 就是我們這邊可以超過 操縱那邊的系統 可以直接去看到他們 呃 最真實的影像 不是那種犯拍的人 然後我們就是 目前還在努力一種這樣 好 啊可以就 藉由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去看到第一眼看到那個病人 然後我們可以去評估那個病人 還有是不是可以轉院 還是說 呃 就留在那邊 當地做醫療的處置就可以 還是可以回門診對種 就是我們 藉由這個計畫 我們可以藉由視訊會者的方式 去達到這個目標這樣 那我們 呃 其實 這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那我們可以 呃 呃 山區那邊病人 如果他們真的要來這邊 就是很遠 他們如果可以在 偏向就可以 只能得到我們 醫學中心的一些資源的 一些共享 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不用 每個病人都跑到醫學中心來 可以現在可以 大家可以去急診看看 其實 急診現在一堆的 啊 是如果每個人 跑到醫學中心來的時候 我們急診的病床 是一定是不夠用的這樣 然後再來是 呃 現在是 尤其是情況那邊 它 常常會出到 出現那個補兆的車禍 或是一些 大家都騎得很快 然後那個 會出現重大外傷的狀況 啊如果他們那邊 需要 可能需要一些 我們這邊的 的 意見的話 他們 我們可以就 藉由視訊會者的方式去 檢查他們 我們如果說 呃 這個病床可能需要快速的書寫 我們就可以給他們意見這樣 他們可以 收到我們急救反應的時間這樣 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個主要目的就是 告訴大家說 我們希望藉由 5G會者的方式 可以達到每個區域院 跟地區院 還有一些照護機構 就可以達到說 例如 用一些5G的方式 達到醫療資源的共產這樣 那 這是我們現在 呃 呃 呃 我們去年 主要是跟 新華分院 還有郭忠祐醫院 他有共療衛生所 呃 做合作 那為什麼要共療衛生所 就是 這個其實是為服務 規定我們要找一間 呃 就是 很偏遠的衛生所 然後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們有提供24小時的 類似就醫的服務這樣 然後 他們主要的 希望我們這邊 做的事情是 他們如果在那邊 做X光 或是 新電圖的判斷的時候 他們那邊可能 四張課沒那麼豐富的時候 他們需要我們去給一些意見 這個道理能不能去比較轉越 或是 這個道理是不是 疫情性性癌症的時候 疑惑 就是希望我們去判斗 然後他們就是打電話給我們 呃 聯班的醫師 pasó200小時之後 我們需要我們 當班組織醫師 所以我們24小時後 那個接這個電 Duke 然後他們就是打這個 會者 上... 然後我們去完成他們的 需要我們看的東西 我們去完成現步 合作 然後我們就建議說 那個... 例如說西化的話 我們在ions可以調入這種 我們可以在邊境地進行治療 就好 用調教你選東西 或是我們可以直接告訴別人 可以覆覆門診 或是數月追蹤就可以 然後 或是如果真的是那邊沒有要處理 我們覺得那邊也沒有要處理 就可以轉到成大 然後如果是共寧的話 可能會轉到機用場等 大概是目前的模式 會成模式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告訴別人 因為我們新化分院那邊有一個就是 之前也有介紹過 是那個我們的跳島機構 這個的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如何做到安全專程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當我們他們會診之後 重大外傷會診我們之後 我們需要說 像是這個可能需要跳檔 然後需要第一時間去監測病人的話 我們就有兩個東西 可以搭配在我們新化分院 目前郭忠祐也有在申請這個計劃這樣 它主要是 行動式的生理監測 它是在二次它是可以幫我們 不斷的送這個訊號到我們的成大急診這樣 它主要是病人的心跳 血壓還有一些泄氧這樣 然後這個就主要是在我們的智慧傳達引擎 就是它可以提供第一視角的那個 給我們成大的點 這個是示意 那如果說我們當病人說要轉整到 例如說 重大外傷就要跳到的時候 我們病人會躺在我們的救護車上 然後會裝這個二十小時的就是身體監測 然後藉由這個5G的旁邊這個訊號傳到我們成大 然後旁邊跟著救護人員 它會傳達第一 傳達這個智慧眼鏡 它會把那個第一線現場的狀況 然後跟我們回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病人機身的狀況 然後我們可以口頭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目前該怎麼做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做遠距慧診的地方 可是它其實最主要就是新化 新化也可以就是台南最偏向的那個醫院這樣 那其實它可以服務人是最多 它也是跟我們 因為我們區域成大有區域新化那邊支援 所以他們提出的慧診量也是最多這樣 然後其實 這是去年的話總共70個 然後我有去調我們去年 怎麼會服務這個計畫 十四家無所傳統統路的話 我們應該是人數最多的 然後他們希望我們停到民眾滿意度 其實民眾滿意度都有發安卡 甚至99這樣 那這個遠距慧診服務啊 它其實是我們是提供二十小時 因為我們只要成大醫院有當班的組織醫師 就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是二十小時可以提出服務 會這個 會選區匯診服務的 好 那今年的話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納入更多的體系跟醫院 我們有把我們的部門 然後還有新的還有 關廟的一間集安醫院都把它納進來 然後目前還提出這個計畫做申請這樣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 目標就是希望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轉整 例如說就是剛才提個例子 如果是骨折不需要轉整的話 它只要打石膏就可以 那就不用讓病人 周車勞頓到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跑到醫學中心來 然後再回去這樣 然後主要是達到我們就是 各個整個台南市區的一些轉整網路 是可以讓它去聯防的效果 就是每個月都可以提供他們的資源 然後去提供病人更切缺的醫療服務這樣 好 那這是我今天的簡報 謝謝大家 好 謝謝